2001年6月1日晚9点 尼泊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皇室面门惨案 释法后 BBC等国际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此事 而尼泊尔的电视台 广播电台都完全没有信号 有住在国外的尼泊尔人在看了新闻之后 立即打电话回国询问 而本国人对于此事却一无所知 直到6月2日下午1点15分 也就是大屠杀发生的16个小时之后 尼泊尔媒体才终于报道了这个消息 国王已经去世 那么问题来了 国外媒体是怎么提前知道消息的呢 事发后皇宫大门紧闭 媒体不得进入收治伤者的医院 而且任何地方都禁止媒体记者采访报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谁给国外媒体传达的信息呢 当天下午5点 三天后成为国王的贾南德拉发表声明 他说宫内有一把自动步枪走火 杀死了包括国王和王后在内的八个皇室成员 可是枪是怎么走火的 还有谁受伤都没有说 处于震惊和悲痛中的大众 被剥夺了得知真相的权利 这引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为了平息众怒 贾南德拉宣布将组成调查小组 调查此案 而此时媒体已经开始了不断引导 不断暗示民众的工作 媒体集中报道了此前大众闻所未闻的 关于王储迪彭德拉的私人花边消息 包括他和女友不被皇室认可 甚至遭到强烈反对的恋情 王储迪彭德拉有吸食违禁品的嗜好 他与王后长久不合的紧张关系等等 以上信息滚动播出 最终告诉大众 你猜对了 王储迪彭德拉是唯一凶手 这是事发后第二天 6月2日 BBC报道的新闻 这就奇怪了 尼泊尔调查主是从8号开始工作 在14号 也就是事件发生的13天后 才透过记者会 向公众报告 这长达139页的调查结果 那么国外媒体是怎么提前就知道了调查报告的内容呢 他们凭什么断言王子是凶手呢 难道是他们有预言的能力吗 显然不是 因为有人声称 在黄氏惨案发生前几个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贾南德拉的私人住宅区 设立了办事处 有观察者注意到 尼泊尔安全部队和军队人员 经常访问这个办公室 他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印度情报机构合作 精心策划了这起事件 并成功地编造了一个掩盖真相的故事 事实证明 这次秘密行动的剧本 比任何好莱坞的电影都好 这个故事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 说这话的人是一名美国记者 维恩·马德森 他曾任美国海军少尉 1984年 他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局任职 他发表过很多言论 他曾揭露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在肯尼亚出生证明背后的真相 事后被证明他说的是真的 他被主流描述成为一个奇怪的人和阴谋论者 那么他说的是真是假 我们暂且不论 我在2009年去过案发地 那拉阳西地皇宫 那里被改造成了博物馆 虽然事发后新国王贾南德拉 拆除了案发建筑 但还是有部分保留了下来 这处花园是最神秘的地方 王储迪崩德拉在这里自杀 小王子尼拉真就在这处雕像下被枪杀 有几处弹动依然还在 我听过当地人讲述 这起惨案在大众心目中的真相 看过纪录片 包括这部以还原惨案经过为名的影片 又查了大量资料 结果发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 如果你对这起事件感兴趣 那么欢迎你跟我一起 穿越回2001年案发当晚 我们抽丝剥茧地看看 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2001年是尼泊尔利 2008年 在每个月的第三周 周五的晚上 皇宫都会举办家主宴会 这里就是案发地 那拉扬西地皇宫 在主建筑的后面 这里有两座建筑 为了重现案发现场 我做了一个3D模型 这两栋建筑 一座是王储迪崩德拉居住的地方 一座被叫做撞球厅 里面有一台台球桌 后面有一个酒吧 宴会就在这栋建筑里举行 在这两个建筑之间 有一个小花园和两个小池塘 池塘中央有一座小桥 走过这座桥 就到了王储迪崩德拉居住的地方 惨案就集中发生在这几个地点 贾南德拉在成为国王一年后 他就把这两座案发建筑给彻底拆除了 在他被迫退位以后 皇宫就成为了博物馆 被拆除的建筑遗址 就作为皇室大屠杀发生地 向游客开放 在故事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受害者都有谁 因为这至关重要 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55岁 王后埃西瓦亚 他们的两子一女 小王子尼拉真 当时还在大学读书 次女斯路蒂公主 已婚 她有两个小女儿 长子王储迪蓬德拉 未来王位的继承人 比兰德拉国王的亲生弟弟 迪兰德拉王子 他的两位亲生姐妹 湘地公主和夏拉达公主 夏拉达公主的丈夫 库玛卡扎 还有贾阳帝公主 国王的表妹 这里 比兰德拉的兄弟姐妹 都是比兰德拉国王的父亲 马亨德拉和她第一任妻子 因陀罗公主的后代 因陀罗公主14岁时 1940年 嫁给马亨德拉 1950年因产后出血去世 年仅24岁 可是她的死亡也存在争议 因为她是在生产8个月之后过世 那么死因怎么会是产后出血呢 还有主流媒体说 她育有三子三女 也就是说 国王比兰德拉有两个弟弟 三个姐妹 因陀罗公主去世两年后 她的妹妹拉特纳公主 嫁给了马亨德拉 主流媒体又说 这段婚姻没有孩子 他们没有后代 因为在婚前 拉特纳公主就做了绝育手术 但是根据尼泊尔国内媒体报道 她与马亨德拉在婚前 就有了两个孩子 长子贾南德拉 就是国王比兰德拉的第二个弟弟 女儿肖巴公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国王比兰德拉和贾南德拉 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贾南德拉是马亨德拉国王的第二个儿子 当时因陀罗公主还在世 可以说她不是嫡出 所以尼泊尔国内一直有舆论 说贾南德拉不可能成为国王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但是她偏偏就两次登上了王位 还有 因陀罗公主的嫡亲血脉 两子三女都在残案中去世了 那么拉特纳公主这边呢 案发时拉特纳的身份是王太后 她直到今天依然健在 案发当天她也在现场 她一直待在内室 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残案中受伤的幸存者都有谁 萧帕公主 贾南德拉的亲生妹妹 科莫尔王妃 贾南德拉的妻子 帕拉斯王子 贾南德拉的儿子 撒姆歇尔 斯路蒂公主的丈夫 凯塔基公主 比兰德拉国王的表妹 这两位是案发后最重要的目击证人 给王储定罪 主要来自于目击证人的证词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 以上幸存者基本都是拉特纳王太后的嫡亲后代 贾南德拉的家人 她的家人全部幸免于难 而她本人根本就没参加宴会 事发时她说她在伯卡拉疗养 还有她儿子的王妃也参加了宴会 没有受伤 完好无损 贾南德拉的王妃据说是肺部中腔 医治后不久痊愈 当晚有24位皇室成员 接到了参加在晚上7点30分举行的宴会邀请 7点钟王储迪蓬德拉就到了 他等着接待其他皇室成员 等待的同时他独自打台球 8点12分 王储迪蓬德拉再去接他的主母 拉特纳王太后的路上 心情很好 他用手机和女友德福亚尼通话 这里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 根据尼泊尔电信提供的当晚通话记录 王储最后一次拨通女友的电话 是在晚上8点39分 通话持续了32秒 再根据医院的报告 晚上9点15分 国王王后和尼拉真王子 在军事医院被宣布死亡 有此推断 皇宫大屠杀就发生在8点39分到9点15分之间 那么这36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以下我要讲的是根据调查委员会报告里面的剧情 后来拍的这部类似于电影的纪录片 也是完全根据这份报告里面的情节拍摄的 好故事开始 晚宴开始前 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当晚迪蓬德拉和同辈的姑表兄弟聊天喝酒 他先后喝了两大杯烈性威士忌 还吸食违禁品和一种黑色的粉末 8点多钟 国王和王后等人也先后到达 此时的迪蓬德拉已经喝得鸣鼎大醉 他是被皇室里的四名年轻男性成员参扶着离开的 迪蓬德拉被送回到他的住所以后 8点20分 他用手机和女友德夫亚尼通话 通话持续了4分14秒 这一次通话让德夫亚尼感觉到王子有异常 他的声音颤抖 口齿不清 好像身体不适 于是他又连续给王子打去电话 王子都没接 随后他连线了安保人员 要求他们去王子的房间检查一下他的情况 安保人员到了王子房间时 发现王子已经不能自己脱衣服了 他们安顿好了他以后离开 8点39分 王子最后一次和女友通话 通话持续了32秒 王子告诉他说自己要睡了 他说我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你 晚安 几分钟后 王子进了洗手间呕吐 为什么这里断言是几分钟以后呢 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从8点39分到9点15分之间 只有36分钟而已 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所以王子必须动作迅速 那么当他从洗手间出来以后 从原本不能自理 神志不清的状态突然恢复了精神 他换掉衣服 穿上了军装迷彩服 注意这里有一个疑问 他为什么一定要换上军装迷彩服呢 让我们记住这个疑点 当他再一次出现在大厅时 以示身着戎装 人们看见他把冒烟压得很低 几乎盖住了他的脸 身上背了一支MP5冲锋枪和一支M16自动步枪 他大步走进房间 一言不发 这里有一个重点 他前后三次走出 然后进入大厅 有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第一次走进大厅 他用自动步枪开了三枪 一枪击中天花板 一枪击中西边的墙壁 国王质问他 你在做什么 王子没有回答 一颗子弹击中了国王的脖子 香蹄公主 比兰德拉国王的妹妹 扑过来帮助国王 他的女婿 试图用外套 止住国王三口上的血 此刻 王子第一次离开大厅 几分钟以后又回来 根据幸存者回忆 他说狄彭德拉迷恋武器 他收集了各种新型枪械 放在寝宫里 所以当他持枪出现时 大家以为他是在炫耀他的新式武器 这是王子第二次走进大厅 他把自动冲锋枪丢在地上 给M16步枪装上了子弹 受伤的比兰德拉国王 立刻捡起他丢在地上的武器 试图站起来 如果他成功的话 那么他应该会反击 事情有可能发生完全不同的扭转 可惜此刻 萧帕公主 幸存者贾兰德拉的亲生妹妹 她迅速走过来 从国王手中抢走了武器 并且从冲锋枪上取下了弹夹 然后把武器扔掉了 与此同时 王子用自动步枪 向国王的头部射击 国王跌倒 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是迪兰德拉王子 比兰德拉国王的弟弟 上前劝说 他说够了 你已经造成了足够的伤害 话还没说完 被王子射中胸部和颈部 库马卡扎 夏拉达公主的丈夫也中弹 公主过来趴在丈夫的身上 把她完全覆盖 当然中弹 萨姆希尔 斯路弟公主的丈夫也中弹 随后王子第二次离开大厅 她开始从门外和门后 向大厅内部开枪 这时候王后跑到外面大喊 叫医生 叫救护车 终于距离大约50公尺外的 值班室安保人员 听到了她的喊声 也都行动了起来 王后跑出去以后 尼拉珍王子也跟在她的后面 此时大厅内的斯路弟公主 看到父亲倒地 她的丈夫也中弹 于是她把受伤的丈夫抱在腿上 这时王子第三次进入大厅 不由分说向妹妹开枪 这里又有一个谜 斯路弟公主只有臀部中弹 她本来应该出现在 幸存者名单上 但为什么没有呢 那么她一定有 她必须去世的原因 我们先记住这个谜 后面再解 随后王子向贾阳帝公主 和凯塔基公主开枪 又向国王和她的王叔 狄兰德拉王子再一次补枪 最后她走到了帕拉斯面前 幸存者贾南德拉的儿子 在帕拉斯身后的是她的妻子 和几个皇室姐妹 帕拉斯对王子说 你在做什么 请饶恕我们 此时奇迹居然发生了 杀红了眼的王子 竟然没有对帕拉斯和他身后面的人 做任何事情 而是离开了 走进了花园 然而这里就对不上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帕拉斯王子是怎么出现在 受伤者名单上的呢 他没有受伤呀 包括他的母亲贾兰德拉的妻子 说是肺部中枪 怎么中的枪呢 也没有交代 这份139页的调查报告是漏洞百出 而此前跑到外面呼救的王后 和紧随其后的尼拉真王子 他们怎么样了呢 在这里 有亲眼目睹花园里发生了什么的证人 证词 可是一个字都没有被纳入到调查报告中 报告上写的是 当枪声停止后 王后的尸体被发现在通往王子房间的第七级楼梯上 她的情况最惨 她从正面被打中头部 大部分脸脱落 脸部被毁容到无法辨认 牙齿散落 尼拉真的尸体被发现在花园里 在通往王子房间的小路和去往等候室的交汇处 就在这座雕像下面 而所谓的凶手 王储迪彭德拉本人 被发现在位于花园小桥的南侧 而他自杀使用的手枪 却在东侧池塘的水中被发现了 这里又对不上了 王后在楼梯上正面被打中 说明有人在楼梯上方居高临下对他射击 而凶手王储迪彭德拉自杀躺在了花园里 那么是谁对王后开的枪呢 他们在花园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在报告里没有任何交代 当然我们后面会根据目击者的说法推测 你看看是不是合理 故事继续根据调查报告 迪彭德拉是自尽身亡 在他左边的太阳穴也确实有子弹进入的痕迹 但知情者称迪彭德拉并不是左撇子 一个习惯用右手的人 怎么会用左手持枪自杀呢 再有他自杀后 手枪应该在他手上或者在他身旁 怎么会到了池塘里面呢 一个对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的人 怎么也不可能自杀后 再把手枪抛出去那么远 再看尼拉真王子 在他尸体背后 这座雕像的底座下方 有六七个弹洞 其中有一个最深的笔直弹洞 如果是站着射击 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 这个弹洞都不会这么直 只有一种可能 趴在地面或者是在战壕内 才有可能射出这么笔直的弹洞 我们看到在雕像的对面 有两个池塘 有没有一种可能 有狙击手埋伏在池塘里面 向外射击 如果狙击手是王储迪彭德拉 那么他的衣服必然会被池水浸湿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 他的衣服是湿的 如果你有机会到尼泊尔 可以亲自到纳拉阳西地皇宫看一看 这座花园 这个雕像 还有王后重担身亡的楼梯台阶 还都保留着 那么究竟是谁射杀了他们 在花园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对此只字未提 接下来调查报告中是这么说的 事件发生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 死者和丧者都被送往了 比兰德拉军事医院 有人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有人原本受伤 在到达医院后死亡 最离谱的是 仅仅是臀部受伤的斯路蒂公主 到医院后不到半个小时 就因为大量失血而去世了 而贾南德拉的王妃 据说是肺部中枪 医治后不久痊愈 那么臀部和肺部中枪 到底哪一个更致命 我也是糊涂了 三天后 王储迪彭德拉在6月4日凌晨去世 如果他们被送往比较近的比尔医院或教学医院 他们其中一些人也许会活下来 可是他们被送到了距离较远 资源较少的军事医院 他们被送到医院时 医院外伤科还没有医生 医生花了一些时间才到达了医院 经过检查在9点15分宣布 国王王后尼拉真王子死亡 这份调查报告和事实出入巨大 事后有传言 国王脸颊中枪 肩、背、手臂、身体前后左右多处中枪 他是在乱枪扫射下去世的 还有人说 王后先是下巴被硬物击打 然后头部近距离中枪 这使得他面目全非 这还不够 他之后上半身三处中枪 这些传言可不可信先不说 问题是传言出现以后 调查小组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 有军医专门对传言作出回应 说这些都是王子干的 这次回应带来的效果是 让大众更进一步的怀疑这件事情 另有隐情 后来军事医院在6月2号到4号 从教学医院召集了一个由三名专家组成的小组 但经过医院几个小时的讨论 根据上级的指示 他们决定不对尸体进行尸检 而是将尸体原样归还 那么到底是谁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至今仍然不得而知 有一种说法是说 王太后要求不做解剖 她说人已经过世了 没有必要让遗体再受一次伤害 所以逝者的尸体在军队医院既没有进行尸检 更没有接受法医检查 就这样 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调查委员会把王储迪彭德拉列为凶手 群众对于这份精心制作的调查报告表示强烈不满 尽管新国王贾南德拉对示威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 但是怎么来解决这种 弥漫在全国范围的严重质疑 和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和不良的世界级影响呢 也许透过制作纪录片或者电影 来重现事件本身能令报告的可信度增强 让人愿意相信王子的确是凶手 于是有些国家开始派出了自己的媒体团队 到尼泊尔拍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试图证实母子之间自幼就有冲突 是导致悲剧事件的最早起因 纪录片还通过描述王子不被家人认可的爱情故事 来传达这一事件的起因 另一位英国制片人也制作了一部电影 通过重现这起事件来揭露真相 从而断言王储迪蓬德拉就是凶手 故事大概主要讲述了一个因爱情而与家庭产生冲突的悲剧 故事是这样的 王储迪蓬德拉很早就开始帮助父亲处理朝政 从小接受军事教育的王储认为 父亲过于软弱 不应该放弃君主制而改为君主立宪制 这使得尼泊尔陷入内战 哦对了 惨案发生的背景正是尼泊尔内战时期 内战从1996年到2006年持续10年 故事继续 比兰德拉国王家庭的矛盾不仅仅限于执政理念 还有更加不可调和的矛盾 王储迪蓬德拉有一位相恋多年的女友 德夫亚尼·拉娜 她与王后一样 来自尼泊尔最显赫的拉娜家族 事实的确如此 拉娜家族世代与沙哈王室通婚 而拉娜家族内部极不团结 互不信任 每一个分支都在想方设法的 让自己的儿子或是女儿与沙哈王室联姻 这种政治婚姻已经延续了数代 比如王太后 王后 公主的丈夫都来自拉娜家族 而王储的女友德夫亚尼和母亲王后 就分属于两个敌对的拉娜分支 还有德夫亚尼的母亲是一名印度贵族 而长期以来 印度与尼泊尔各种矛盾冲突不断 尼泊尔国内反印情绪强烈 尼泊尔王宫不愿意迎娶一位有印度血统的未来王后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 他们的婚姻遭到王室的强烈反对 因此 王储迪蓬德拉遭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他吸食违禁品 又吃抗抑郁性药物 这些压力 包括药品 导致了他精神崩溃 以至于陷入疯狂 最终杀害了全家并自杀 以上是电影中的叙事 而事实是没有科学依据 证实王子在当晚吸食了违禁品 根据中央警察科学实验室的报告 通过测试从皇宫酒吧取得烟地上的唾液中 发现了尼古丁 但没有发现其他药物和精神兴奋剂 还有在军事医院为王子进行治疗的皇家医生表示 在王子的大脑中没有酒精 根据以上两份报告可以证实 王子在当天使用酒精和违禁品的说法是错误的 他并不是在喝了威士忌 吸食了违禁品的情况下 导致神志不清屠杀了皇室层元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王子是怎么陷入到不能自理 口齿不清的状态下的呢 真应了那句俗话叫死无对证 主流媒体都倾向于指责王子是罪魁祸首 并把他与吸食违禁品紧密联系起来 用来指控他 另外 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提到的时间也并不符合真实情况 报告称枪击事件发生在9点钟左右 持续了几分钟 那么问题又来了 当时处于口齿不清 需要四个人参扶才能回房的王储 是怎么能一个人在短短几分钟内熟练操作枪支 三次出入大厅 又返回自己的房间 射击王后 再到花园 主击小王子 不仅迅速且精准地设击了目标 最后在没有任何犹豫以及思考的时间下 果断自杀了的呢 这怎么想都让人觉得不太可能 当然调查委员会对此也做出了回应 他们说枪是自动枪 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种可能 有其他人戴着面具或者乔装完成了这一次暗杀 使得凶手看起来好像是王子 根据这位作者所著的书中 宫殿内有一个名叫Santa的人声称看到了两个王子 其中一个在花园里 另外一个正在瞄准尼拉真王子 而根据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 按时间推算 与此同时应该还有一名王子正在大厅内开枪 这就能解释得通了 为什么王子能行动如此迅速 为什么他事前要脱掉衣服换上军装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不管是谁策划了这场屠杀 一定是有命令 所有人都要穿着一样的军装 这样时间也对得上 多人同时行动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完成这次任务 在这篇文章中提到 在整起屠杀事件中 第一个中枪的就是王子本人 有人当晚在皇宫值勤时 亲眼看到有戴着王子面具的人来到王子的房间 并听到在王子房间内开了当晚第一枪 然后才开始听到从大厅传出的枪声 他进一步声称 在宴会举行期间八点多钟 帕拉斯萨哈乘坐一辆车出了皇宫 之后有一群戴着王子面具的人乘坐同一辆车进入了皇宫 事发后他向上级报告了他所看到的情况 结果被抓捕 在狱中又有人对他提起虚假诉讼 指控他谋杀了一名酒店老板 那么根据以上信息连贯起来 我们大概可以推导出这样的一个故事 你听听是不是合理 相比于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哪个故事更加契合于真相 好 故事开始 当晚8点39分 王储最后一次与女友通话 之后他睡着了 这时一队戴着他面具的训练有数的杀手来到了他的房间 他们首先枪杀了他 王储迪彭德拉当场死亡 接着他们分头行动 有一个或两个人留在王子房间给王子换上军装迷彩服 因为他们着装必须一致 并且还要把王子抬到花园里伪造自杀现场 其他人有一个身高身材最接近王储的人 第一次进入宴会大厅 对主要目标国王开枪 其他人有的埋伏在花园 有的在外面观察大厅里面的动静 包括大厅以外整个皇宫有没有人察觉 第二次进入大厅 杀手大胆多了 他设计了其他目标对象 此刻在外面观察大厅里面动静的杀手 再仔细辨别大厅里面其他皇室成员 有没有人意识到杀手其实是乔装的 第三次进入大厅 杀手要确保国王已经去世 公主距离国王和杀手最近 也许她发现了什么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仅仅是臀部中枪 已经到了医院 却因为失血过多而去世 而皇后应该已经开始怀疑了 杀手不是王子本人 可能是乔装的 所以她冒着生命危险 跑到了花园里 去往狄蓬德拉的房间 想弄清楚真相 尼拉真王子紧随母亲身后 他应该也是重点目标之一 因为国王王储过世 他毫无悬念的将会是下一任王位继承人 所以在花园里 他遭遇到已经埋伏多时的狙击手 王后来到通往狄蓬德拉房间的楼梯口 这时 在王子房间里面的杀手 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他快速来到房间门口 居高临下的对王后开箱 然后 把穿好军装的王储尸体 抬到花园里 再伪装成自杀 在慌乱下 手枪掉进了水塘里 现在你觉得哪一个版本的故事更接近真相呢 他是在王权被废后 尼泊尔的第一任总理 他在皇宫惨案发生后 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 他详述了所有疑点 他认为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他也曾要求当局测查此案 可是当他执政以后 对于此案 绝口不提 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他 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您对皇室惨案更多其他细节感兴趣 包括想了解沙哈王朝的历史 欢迎再看看这期节目 看到这里 真心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时间